拿破仑和反法同盟一共打了二十多年的战争 虽然反法同盟中既有控制着大半个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 势力强大的西班牙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也有不断扩张版图的俄罗斯帝国 还有迅速崛起的大英帝国 但是拿破仑却从未停下称霸欧洲的脚步 在四面强敌的处境中 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也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家 那么拿破仑是外交活动的 他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外交谋略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拿破仑第十一集 战刀与橄榄枝 公元1793年到1815年间 为了阻止法兰西成为欧洲强国 欧洲其他强权国家 一共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 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战争 其中面对前四次强大的反法同盟 拿破仑不但在战场上屡战屡胜 而且在和对手的外交谈判中 也总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那么拿破仑面对诸多强敌 是如何以寡敌众逐一击破的 除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之外 他还有哪些外交谋略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马俊教授解读法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 拿破仑波达巴 从中国视角看近代世界的风云变幻 系列节目拿破仑 今天播出第十一集 战刀与橄榄枝敬请关注 今天讲拿破仑的外交 他的特点 一手拿着战刀 一手拿着橄榄枝 拿破仑是善于 用谈判于军事 来达到他的目的的 古罗马著名的思想家 西塞罗讲 人要应该有两种语言 一种语言是人的语言 谈判 一种语言 是野兽的语言 武力 而拿破仑就是这么个人物 他善于用两手 说拿破仑是战神 没错 拿破仑从来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但是啊 他也天天在想着 战争风险太大 不愿意 年年月月天天的冒着战争的风险 所以说 他在治国理政 对外交往过程中 武力和平 交替使用 这就使得拿破仑这个人物 更加扑朔迷离 所以现在呢 我们今天就走进拿破仑 外交上的拿破仑 你看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家 先讲第一个问题 他的目的在哪 拿破仑目的就是建立欧洲和中国掌握欧洲的天平 研究拿破仑 把拿破仑一分为二 拿破仑执政前期打的仗和拿破仑执政后期打的仗 1799年是一个革点 说1791年之前拿破仑 打的仗都是反对外来武装干涉 法国自残级大革命的战程 这个一般争议不大 而1799年他当了第一执政之后 他不仅作为一个直接的军事统帅 而且作为战争的决策者以后 史学家们对他这段战争 这段打的会战也好 从事的外交活动也好 就有各种各样的分析 有的说是拿破仑的战争 在1799年之后的战争 有扩张的性质 所以客观上起到了 将法国自残级大革命 推向全欧洲 这么个效果 那么他扩张的目标在什么地方 他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他打了那么多年仗啊 实际上 拿破仑自己就给回答了 他给自己的外交大师 塔利良的写的信中说 我的最终目的是欧洲 是做欧洲的主人 掌握欧洲的天平 如果我的所作所为 是一个正确的政治理论为基础的话 我们将长期成为欧洲的大国和主人 欧洲的天平 要长在我的手中 而且如果命运不作弄我的话 几个月之后 就会出现巨大的成效 所以他给塔利良这封信 显而易言的 就把他的扩张的目标 要达到什么目的 讲出来了 我就要做欧洲的主人 掌握欧洲的天平 拿破仑出身可惜干 可惜家人 但是他执政之后 他脑子里可有浓烈的 法兰西帝国的清洁 而法兰西帝国历史上 曾经出现的天然的将近 对他影响太大了 这个天然的边界 或者天然的将近 究竟怎么回事呢 这个法国十六世纪 有一个国王叫亨利四世 据说亨利四世出生下来 是用葡萄酒 大蒜蒜瓣做洗礼的 他妈呢 又把他放在一个床上 这个床很特殊 小孩婴儿有摇床啊 他不 他是一个乌龟壳 放在乌龟壳里头 当摇篮 在乌龟壳里长大的亨利四世 他在位的时候 提出了法国的天然边界的思想 就是说 地中海 大西洋之间 以莱茵和比利牛斯山脉 阿尔比斯山脉为界 这是法国的天然边界 法国人要为此奋斗 要打到这儿 作为我的国界 那么后来一百多年 法国历代同志都一再实现亨利四世 为他们划定的天然的边界 或者叫天然的疆界了 而拿破仑 则在亨利四世的基础上 把法国的天然的疆界 扩展到整个欧洲 兰一河右岸 那兰一河以东了 一片牛斯半岛 亚平林万岛 亚平林半岛是毕大利了 拿过来 我大 霸气霸道 其实 无论是1799年 成功发动物约政变 成为法兰西共和国 第一执政之前 还是之后 建立一个强大的法兰西帝国 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 一直是拿破仑心中的梦想 但是当时 东边有神圣罗马帝国 和俄罗斯帝国 西边有西班牙和葡萄牙 北面有英国 南面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那么面对四面强敌 拿破仑除了在军事上 不断发动战争之外 在外交中 又是如何让对手屈服的呢 拿破仑征服的目标 是什么 就是建立欧洲和中国 要控制把握欧洲的天平 那么用什么呢 箭是先锋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了 实力是外交的后盾 什么是实力啊 自己做事的能力 叫实力 它跟权力是有区别 权力是让别人做事的能力 我能把这张都搬走 这张桌都搬走 我有力量 姑姑最近婴儿 白发苍苍老人 她搬不走 没力量 她没这个实力啊 没这个实力 老太太老头 她有儿 儿子过来 给妈把这张桌子 搬到外边去 这就是权力 让别人做事能力 叫权力 这它是有区别的 那么实力 在国家整个外交政策 四个字举足轻足 而拿破仑 看这个门清 他自己讲啊 对敌人 不能太宽大 要在恰当的时候 不时时机的展现我们的力量 如果没有力量 敌人不会让我们在谈判桌 多待一分钟 你想讲的多地道 那么这句话是 他多年征战的体会啊 举个例子再例吧 1797年 拿破仑到意大利远征 他在这个利沃里会战中啊 打败了奥地利名将 阿尔文率领的奥地利军队 奥地利皇帝赶紧呢 征兵啊 派自己的弟弟卡尔大公过来了 又被打败了 没办法 4月7号 谈判吧 求和吧 战场上打不过人家 可是呢 我早日结束战争 我要达到我的目的才能结束战争 这些东西都是原来的奥地利的东西啊 罗马帝国的就是赫赫有名的哈布斯堡家族啊 哈布斯堡家族他也叫奥地利家族 你想啊 拿破仑要从这么一个大帝国手里割肉 他能干吗 他不舍得 奥地利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头 弗朗兹二世不舍得 周旋 能蹭就蹭 4月7号的会儿 谈吧 谈来谈去 他不干了 谁不干了 拿破仑不干了 当面赤则 奥地利外交大神 这个人叫什么 科本资伯爵 赤则他 够了 我对你的 太宽大了 我本来完全可以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你们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你们签了字和平不就恢复了吗 看来你们还不是真正要和平啊 那么好吧 从今天开始 谈判结束 二十小时之内 战争开始 我有的是实力 我告诉你们 战场上去 说了这一番话 说你就说吧 他手也不老实 他夸插 拿起一个托盘 啪 摔碎了 这个托盘的词片 一下就崩到了 科本斯伯爵的外交大臣 那个裤腿上 大家都吓了一跳 这是谈判代表啊 这和谈代表啊 那么能跟着就说了一句话 平战到此为止 战争宣布开始 看看 我一定要在战场上 粉碎你们 像把这个托盘 摔得稀碎一样 说吧就走了 谁都没看 托都没回 走掉了 这个托盘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托盘是 耶卡琳娜二世 俄国女皇 给科本斯一个礼物啊 很珍贵的 一个茶具 科本斯伯爵傻了 赶紧告诉 别再等命令 等指示了 告诉弗兰斯皇帝 战争24小时之内要开始了 怎么办呢 托盘斯二世他没有实力在打仗了 同意吧 签字吧 最后 在十月七号 六五月之后啊 四月七号开始的 你说这个谈判 马拉松 十月七号签订了 坎波 弗里奥何卷 所以在回首路上 拿破仑不得意的跟他的属下说 说什么 和平 我告诉你们 不是谈来的 而是打出来的 有实力 就有一切 这就是拿破仑第一次参加 外事活动 第一次参加他外交 从中看出啊 拿破仑在外交 你别干他一天外交工作没干 但在外交上和他的军事才能一样 俩字精湛 那么这个势力讲的就是 拿破仑一个根深帝国理念 实力是外交的后盾 坎波福尿条约坚定不朽 公元1799年 神圣罗马帝国 就又连同英国 俄罗斯帝国 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组成了第二次反法通盟 一起围攻法兰西 此时拿破仑深知 这次的对手很强大 完全靠武力 以硬捧硬 胜算并不当 那么拿破仑最终是通过什么手段 一举瓦解了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坎兰里 清东岭是窩锅现存 规模最宏大的皇家陵园 这里埋葬了五位皇帝 十五位皇后和一百三十六位妃品 堪称清帝王 灵秦之罪的乾隆帝玉陵 建造时间长达九年 金币辉煌 极尽奢华的慈禧陵大殿 装饰用金 重拿一百四十三千克 神秘的地宫 埋藏过无数珍宝 却也难以躲过惨不忍睹的被盗 十次盗案 三次大规模盗局 一族族数字的被迫 究竟暗藏着多少故事 隐藏着多少秘密 清东岭文物管理处 研究室主任李寅 汇集史料 破解清东岭密码 探索神秘的帝王灵器 百家将谈栏目 隆重现役 敬请关注 所以下面讲 它打拉结合 建立安全权 这时候 欧洲的强国有 英国 俄国 土耳其 统治神圣罗马帝国 奥地利等等 英国是它的死敌了 数次反法 联盟的轴心 英国 拿破仑刚把 奥地利给弄斧 粉碎了第一次 反法同盟 就是放在 坎波 霍里奥 合约 英国又生事 他不给 法国一丝 和平的间隙 1799年 8月份的事情 在拿破仑远征 埃及时 他组成了第二次 反法联盟 那么拿破仑后来 在4月9号当成 第一执政之后 立即着手 要解除 这个反法联盟 他放出的 得意之笔 就是又打 又拉 打谁呀 打奥地利 我还打你奥地利 奥地利不服啊 往身上割肉 他疼啊 坎波弗里奥和约 刚前零不久 英国人就捅他 服吗 多委屈啊 你这么大个帝国 延续这么上千年了 你让他那么小崽子 欺负你啊 这不怕美好事 就怕美好人啊 挑来挑去 弗朗斯二世 火上来了 参加第二次反法联盟 我跟着你干英国人 我把给丢的的东西 我再拿回来 哪不能说 不服 在1800年 马伦国作战中 我就打你 奥地利 我一定要打疼你 不服在他 会战 奥地利军队在马伦国会战又失败了 奥地利师一看不行啊 不行了 跟英国人说 你拿我在火上烤啊 我退了吧 他退了 退出来了 一下子把 在第二次反法联盟 撕开一个大口子 奥地利退了 再把马伦国回战中 这是打 接着 就辣 他把目标描向了 在他看来 不是欧洲国家的恶国 俄罗斯 他拉他 这次抓住机会 抓住什么机会啊 抓住了在第二次反法联盟中 1800年英国占领的 地中海一个小岛子 马尔他岛 而马尔他是俄罗斯的势力啊 这一下子俄罗斯跟英国的关系 有矛盾了 对手之间的缝隙矛盾 就是我的机会啊 拿破仑是太善于捕捉 时机的一个政治家了 就好像在战场上 捕捉战机一样 他马上抓住这个机会 迅速改变了对俄的外交战略 马上伸出橄榄枝 保罗 俄罗撒谎保罗一世啊 我把 我曾经俘虏你的六千名 俄罗斯官兵我还给你 战俘啊 我钱还你 我给你了 还之前呢 还让他的工厂的人啊 生产 生产什么 俄罗斯新军装 新军靴 新军帽 被装啊 除了武器以外没有啊 就刀可以 被垫 刀嘛 在西方也是文化 那是荣誉啊 军人的荣誉啊 拿着 回家 这保罗一听 哎呦 这么慷慨啊 要钱吗 不要 一分钱不要 白给你 这保罗高兴了 你保罗 所以老 拿不 这人的劲儿就在那 你咋嘛 是他的敌人 都得佩服他 这个人 这个 这种插名 这个魅力 就在这儿啊 连自己的对手 都说这个人真棒 跟他当对手 我这辈子值 就拿不论 给人这么一个印象 这保罗 他本来心里 就很佩服拿不论 这马上 接过甘烂证 跟法国要友好 这一下子 谁坐不住了 英国人坐不住了 当时英国首相 是威廉·皮特 你看 呦 这哪行 不行 我得想折子 想个什么折子 他就暗中 让那些 与英国有外 有这个商贸 往来的 俄罗斯商人 贵族 暗杀 在1801年 3月23号 用枕头 将保罗一世 给闷死了 我把你生命 在肉体里消灭了 我看你跟 拿不论还合不合 闷死了 暗杀 这没想到 保罗有个儿啊 谁啊 亚历山大一世 亚历山大一世 跟他们爹一样啊 也是佩服 拿破仑 所以继续执行 老爹的 对法的和解政策 你不杀我吗 我警卫严密就行了 我晚上 我睡觉 警醒点 你现在拿枕头门 说我不可以了 所以说 他就跟法国签订了 巴黎合约 签订巴黎合约 又按照拿破仑的要求 又和俄罗斯 又跟土耳其 鉴定了合约 这一下子 第二次犯法通报 还有什么国家呀 没了 就英国人唱独角戏了 英国人摇头不行了 这个科西家的 这个小 小丑啊 他叫科西家小丑啊 人小鬼大呀 于是 在1802年 3月和 拿破仑签订了 雅免合约 第二次犯法通盟 被封碎了 一打一拉 犯法通盟 突奔瓦解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 眼看着法兰西 在拿破仑的领导下 越来越强大 公元1805年 英国 奥地利帝国 和俄罗斯帝国 结成第三次反法通盟 向拿破仑宣战 公元1806年 英国 普鲁士王国 和俄罗斯帝国等国 又组成第四次反法通盟 光达法兰西 那么面对一再 发难的反法通盟 拿破仑又会如何应对呢 那么在1805年的战局中 双方啊 打得非常炙热 而在1805年战局中 拿破仑 陆战内航 海战外航的特点 啪 先露出来了 拿破仑海战不灵啊 在这一年的特勒法嘎海战中 被纳尔逊给打败了 但是在这一年的年底 在奥特利斯的会战中 拿破仑又取得胜利啊 那么在奥特利斯会战结束之后 拿破仑认为 我光光粉碎 你反法联盟不够啊 你像韭菜似的 我搁一茬 你又涨一茬 于是他产生了 我方才说的安全圈的理念了 打拉结合 建立安全圈 这个安全圈是什么东西 我们在现代这个国际关系 经常要遇到这么个词 安全圈是一个国家 主要是安全圈是建立者物 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 建立起这么一个安全的 在某一个地域区内 建立一个安全的屏障 泥巴 这个泥巴 可不是国界 它不是国界 就是说白了 就是势力范围 那么在这个安全圈内的国家 都是这个安全圈 建立安全圈的国家的 蒙国获得付出国 这就是安全圈 说白了 而哪本的外交特色之一 就是建立安全圈 我把安全屏障建立起来 然后像跳板似的 再往外走 省力 所以他总首先 在德意志西部南部 各联邦 十六岗 资成莱茵联盟 这几个承邦国 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属地 你在他的内部是万块肉 这里平常 向拿破仑做承诺 如果拿破仑你打仗 我给你我十六个承邦国 我出兵十万 我跟你去打仗去 实际上这一招就使得延续将近一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 名存实亡 没了 这1806年的事 建立莱茵联盟安全屏障建立起来 在这一年八月 拿破仑又以这个联盟的霸主身份宣布不再承认神圣罗马帝国了 神圣罗马帝国就没了 从此神圣罗马帝国受宗政绩 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安全圈建立了 十六个德意志城邦建了莱茵联盟 但是德意志城邦有一个最为强大的普洛士 他反了 组成了第四次反法联盟和英国一起 拿破仑还是用他的拿手好心 以武力为先锋 通过著名的耶拿会战 奥利斯泰特会战 粉碎了这个 反法联盟 然后他适时的把军事斗争向经济利益过渡 封锁英国 我在海上我打不过你 我是汗鸭子 但是我给封你 范是英国的船 没收 范是英国的货物 没收 范是英国人抓 这就制裁了 现在话叫制裁了 他主要抓住主要目的 英国 主要敌人 那么跟俄国呢 还是谈 1807年6月25号 他跟沙皇亚历山大一事 在聂曼河中游 一个叫提尔西特半岛 旁边的一个河流上 会探了 河流上怎么上 木筏的 拿着大出木都编了编了 编个大木筏 而且不是个船 上面铺红地毯 地毯上面有一个五彩布达的一个帐篷 从帐篷上面的这个法国和俄罗斯国旗 两个皇帝 同时从各自的军营 划着小船 向这个木筏走去会谈地点 走进了 拿不伦这一看 在对面 拿不伦眼睛是灰蓝色的 这一看 在对面这个人 纤细 身材很苗条 文弱 瓜子脸 还有点近 走到有点蜜蜂眼 拿不伦一看 这是拿不伦自己描写的 这是谁呀 亚历山大仪式 所以他自己就讲了 他是一个特殊的人 他是亚历山大 特殊就特殊在 我找不到他的任何缺点 而人不能没有缺点啊 人是不能没缺点的 所以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一个女性化的男人 如果沙皇真的是女人的话 我在这一刻 在这一时刻 我真的会爱 所以他这话有前来词啊 他根本就没有把亚历山大放在眼里 然后俩人就谈判 在谈判这个 这个拿不伦呢 他抓住了亚历山大有个特点 亚历山大是个神秘主义者 然后讲故事 陛下跟沙皇讲 我昨天晚上做个梦呢 我见你之前啊 我做个梦 我在城墙下面睡觉 哇呀城墙塌了 一下把我压住了 我钻出来之后 我毫发未损 陛下你知道彩虎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毫发未损 那么高的墙 把这给我扎下 然后下面我钻出来 没事 亚历山大说怎么回事啊 我告诉我手上拿一个雕像 这个雕像是罗马 著名政家奥古斯多的雕像 他保佑了我 说得像真的是的 而亚历山大恰恰是神秘主义者 所以一下子被亚历山 这个拿不伦的神奇的力量 所吸引了 就这么的 谈来谈去谈来谈去 最后贴尔西特合约签订了 这一样粉碎了第四次三法联盟 也没干过 不是外交 他不是外交学院毕业的 他就是一个中转生 所以说拿破仑 没有干过外交工作 没有上过外交专门训练学院 一连串的外交活动 率领法国 一步一步的向欧洲霸主地位顶进 让你不得不承认 这个人太有才了 所以他同时带着歌德 德国大文豪 谈到这儿 说了下面一句话 说什么 拿破仑摆布世界 就像鸿沫尔摆弄钢琴一样 鸿沫尔是个音乐家 摆弄钢琴一样 在任何时候他都兴有成足 应付自如 就像鸿沫尔那样 无论演奏的快版 慢版 低调还是长调 非常线索 但是话说回来 拿破仑位也太大了 他的目标超过了法国中地实力 目标与能力一定要相辅相成 平衡 而拿破仑 知进不知退 能放不能收 他最终的失败 他欧洲合作国的迷茫的破产 就在这儿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 他是横扫欧洲的法兰西皇帝 却衣着朴素 饮食简单 他是深受士兵们爱戴的豪将军 身边却没有一个知心密友 他虚心好学 善于思考 却也自负狂妄 脾气暴躁 那么当去了诸多要点的光环 还原一个真实的拿破仑时 他究竟离我们普通人有多远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拿破仑第十二集 这个男人不寻常